耶稣爱你,永远爱你,诗篇十四篇 第一节之前讲过,如还人心里面讲,无神 他们都败坏,行作可真无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 虽然如还人说,无神的 但是第二节告诉我听 耶和说从天上谁看世人 去监察世人,要看清楚有没有明白的没有 有没有寻求神的没有 所以虽然一帮人说无神 但是事实上,神仍然在天上监察着每一个人 去寻找,究竟有哪些人值得去帮助 值得为他们站台的 也都看到有哪些人需要审判的 所以第三节 这帮余还人都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污蔑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都没有 做恶的,就是邪恶 但是他们所做的都是虚空的 难道都是没有知识的吗 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 并不求高耶和华 这帮人已经习惯了,邪恶 作恶行邪恶的事 但是他们不知道 他们无知地这样做 因为他们所做的虚空 对罪中都是归于无有 因为神监察着,神看管着,神知道 他必须审判 所以第五节 他们在那里大大害怕 因为他必然经历到在天擦看的神 在天上谁看世人的神 他必然会私人他的审判 因为私人提到我们第五节 因为神在异人的族类中 异人就是在神眼中看为正的 但是第五节 就是这帮群苦人 被欺压 被邪恶的人去压制的人 我相信 现在是最新火力的一些战烈的国家 被侵略的,例如乌克兰 在神眼中 他们是一帮群苦人 神必然审判 必然察看 虽然有俄罗斯 虽然说自己是通宗正教 虽然说自己是信神 但他们所作的 我们并不见到 他们真是恨在神的旨意当中 而是愈患人 恨了邪可真无的事 他们所做的 没有一个是恨善 所以他们必然会大大懼怕 因为杜料那日 神必作为审判 你们叫困苦的人 就算变为羞辱 是这帮欺压贫富人 一帮贪官污吏 一帮去在运用政策上面 令到其他人去受到很多的伤害 但是自己中饱私囊 又或者是一些的 运用自己的公有的权力 大大压制了人民应有的一些反对不同的意见 请留意可能是反对的意见 但是已经被震压下来 这帮都算是一帮贫富人 神怎么说 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 神能够躲进去里面 避难所就是一个保护膜 帮助他们这帮躲进去的人 耶和华神会保护他们 当他保护的时候 即是说 另一方面 他抵挡着这帮邪欲还人 邪恶的余还人 不相信神的那帮余还人 神会保护 同样会抵挡他们 因为神在异人的族类当中 耶和华是困苦人的避难所 所以我们明白 现在虽然我们面对着艰难 面对着痛苦 面对着一些我们实在艰难的事情 但是第二次提醒我们 耶和华从天上谁看世人 要看有没有明白的没有 有没有尋求神的没有 我们需要看清楚 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是不是尋求神的没有 还是我们是愚还人 我们必须要好好在神面前 被祂光照 提醒自己 我们自己 在天上谁看我们神的耶和华眼中 是不是他二人的族类当中 我们 还是一帮欺压其他人的愚还人呢 有时我们都不知道 有时我们觉得自己行在正义当中 正如俄罗斯 普京 他觉得自己是正义的 而他为悟的 都以为是正义的 但在神眼中 他是愚还人 神必然审判 必然让他们的囚算变为羞辱 耶和华是佩妇人的避难所 他必然施行他的审判 到那天 我们会见到在天上谁看世人的神 将他在公义的手 施行他的审判 在这帮预还人的身上 我们等待这一天的临度 主求你自己亲自监察 亲自帮助 让一帮受欺压的羞辱人 被你自己亲自拯救 被你自己亲自 更加体会到 你他们的避难所 愿你自己施行 你对邪恶的余还人的审判 愿你施行 求主帮助我们